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閉民返 關閉民返 留理失所 關閉民返 關閉民返 留理失所 這幾天 這些農業局的官員 不斷的來 用茶菇之名 來脅迫他們趕快搬遷 要求他們在8月15號 還說我已經給你恩惠 拖了三天的時間 你們如果自拆的話 我們會給你自拆的獎金 用這種半利用半寫破的方式 要求這些住了 一輩子的這些居民 要求他們在一個禮拜內要搬走 因為我們一直和他溝通 就講的時候他就不理我們 他就一直講掉嘛 反正他就到此要拆 叫你就一定要去領 你如果不去領的話 如果不照他日期 8月15前去領 他那個25%的用這個去誘誤 去威脅 反正25%你就不能補住了 那25%的這種條件 讓他們這些不領的話 百百損失了十幾萬 要領的話 領的四、五十萬 他們沒地方搬 沒地方住 他們怎麼辦 被他逼的沒辦法 所以我們今天不得已 他就第一次起來 要求這邊是不是可以 有一個讓我們有一個 最少要有一個頒錢的地方 這個不是最基本的嗎 但是他都不給你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其實是禮拜一的時候 才提起這個訴訟 但是我們的高雄行政法院 他知道這個事件非常的緊急 所以在昨天用電話通知 甚至於用這個快捷的通知 就是定今天的兩點半 來停止執行的裁定 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所有的這些 老大人 這些住一世人的這些阿公阿嬤 可以得到我們這些司法 我們的法官的同情 能夠今天能夠立即下 停止執行的裁定 讓他們不會忍受說下個禮拜 或者是下下禮拜 就要被拆遷的這樣的危險 那也很也希望 沒有 就是這個違法徵收 其實已經從民國61年到現在 那其實一直以來 這些住戶都沒有領到分好的禮場禁 所以我們其實也爭執這個徵收 其實自始就是無效的 那其實這些住戶在民國71年的時候 有爭取說要發揮土地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沒有做國菜市場使用 那依照土地法219條的規定 本來就可以收回 那今天開庭的結果 法官也是認為說 他們當時沒有另外再針對我們申請發還土地 做司法的行政處分 是與法有為的 等於是我們這個申請案 其實從民國71年到現在 都應 市政府都應該要積極面對處理 但是他一直沒有做任何的處分 對方的律師也是這麼覺得 那我們認為這件會那麼迫切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市政府一直不斷的宣告 哪一天之前就是要這個自拆 不來的話就要強拆 那這些住戶每天生活在等於是癌症末期 一天突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拆的一個恐懼當中 所以我們才申請這個停止執行 要求這個法院能夠裁定 停止這個徵收的這個收回土地 以及拆遷的這個作業 那今天那個對方的律師道庭 也說他這個所謂的8月11號之前 甚至於8月15號之前 只是獎勵你自拆的期限 並不是要強制執行的期限 但是我們在我們在庭的這些原告 要求說那你到底是不是要 如果在這個期限之前你不拆的話你會怎麼做 那對方的律師也是四兩拨千斤的說 這個是被告機關的權利 他不能夠做主 其實不管是法院的公函 或是行政執行署的公函 他一定會定說在幾月幾號之前你要自行拆除 過了這個期限他就有權力來強制拆除 所以今天等於是被告律師是睜眼說瞎話了 他只是告訴你說我們沒有那個意思要強拆 但是他也不敢承諾說過了那個期限 他到底會不會強拆我 而且今天副局長有到場 而且這個果菜立發科的科長也在現場 他們都有權力來做針對這個問題來做回復 但是他們就是不敢做回復 提醒調查 我們一直等的就是他要重劃給我們 因為那個電農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也有權力 他你如果重劃給我們 我們那個地在一起合建 可譬我10平日10平日10平日 大家100平日都會去 那個都已經講好了 而且這個中間他一直在協調 什麼建國宅啦 建大樓啦 還有建什麼綜合市場 但是最後都用什麼 用什麼批發市場不能變更使用 只要變更使用 地主就有權力要回土地 所以他又給你打回原點 既然不能變更使用 他現在為什麼可以變更使用 我問他的時候 他好像現在的層級非常大 我現在很大 都沒有跟你講話 他說只要公共使用 以前不可以的 現在在他手裡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這樣非常無奈 沒辦法要請到柯律師 來幫我們討一點公道 討一點正 土地徵收條例是民國89年的時候 才制定生效通過的 所以其實坦白講 在民國89年之前的土地徵收 是不會去省所謂的公益必要性 是非常粗糙的 所以當時這些住戶提出來的 宿院裡面也有提到 這個果菜市場是公民營市場的 這個批發公司來使用 憑什麼來徵收人民的土地 給特定的財團 所以那時候他們也是有提出宿院的 但是很遺憾 因為那個時候法規密度非常的不足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是敗訴的 但是我們還是有 因為沒有按照徵收目的使用 依照土地法的這個規定 收回土地 那在民國89年之前的收回土地 也是依照土地法的規定 而不是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的規定 而在那個時候的土地法的規定 是沒有任何的所謂的這個消滅時效的規定 所以從那時候我們有提出申請到現在 是有權利申請百分之百 發援你沒有使用到的土地